才知道 在知识的海洋里狗跑 每当地球穿越彗星轨道 就会有大量的宇宙沉溺等碎片流被地球俘获 这些碎片在大气层中摩擦燃烧剧烈发光 定期为人类带来一场又一场浪漫的流星雨 与地球轨道交汇的彗星数目众多 地球上每个月都能迎来好几场流星雨 比如此刻天上就正下着宝瓶座流星雨 但如果哪位男生想趁机陪自己的那个他 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甚至在流星划过的时候许愿表白 那茶茶还是建议你趁早死心 因为你很可能苦手整夜 也看不到一颗流星 流星雨虽然号称是雨 但是流星的数量却远远没有雨滴那么多 假设一切观测条件都百分之百的完美 在地球上的大部分流星雨 即使是在高峰期 平均每小时也只会掉落几颗而已 这就意味着你们辛辛苦苦熬到半夜 结果扭头说句话的功夫 一场流星雨就可能被完美的错过了 而且这可怜的几颗还只是理想条件下的理论观测值 它假设流星恰好从你头顶正上方掉下来 你的附近又恰好没有任何山或者云彩等遮挡物 还恰好没有任何的光污染 再恰好你还拥有能看到暗淡的6.5等星星的超强势力 才有可能看到那么几颗流星 而在实际观测中 这些条件几乎不可能被满足 能看到一颗流星都算是撞了大运 举个例子 每年5月地球都会穿越著名的哈雷彗星的轨道 迎来宝平坐流星雨 这场流星雨已经算得上是中等规模 但是即便是在2018年5月6日的极大期 你要看到它依然是难上加难 首先生活在北半球就是一个大问题 这意味着观测宝平坐流星雨的时间非常有限 流星雨在半夜两点才会从东南方升起 你苦熬到三点 它才能出现在地平线上方十度左右 而再过一个多小时 晨光就要布满天空 就算有流星也跟你没关系了 更倒霉的是 6号晚上月象接近满月 月光强烈 月亮的位置又跟流星的辐射点离得很近 会对观测造成很大的干扰 所以即使你有一双钛合金狗眼 也可能跟流星雨无缘了 当然了 如果你有钱有闲的话 也可以带它双速双飞 到南半球去看这场流星雨 南半球的宝平坐流星雨升起得更早 日出也更晚 你们有更充分的时间来进行观测 但即使飞到南半球也要注意 千万不要住在城市里 城市中的灯光会遮盖流星的光芒 你得跑到远离城市的荒郊野外进行观测 此外 你还要祈祷当晚不要下雨 不要多云 否则也只能是白搭钱 当然了 你们还要一刻不停地盯着天空 否则瞄个手机的功夫 就有可能错过这场流星雨了 对普通人来说 想在五月的北半球和他一起看一场流星雨 的确是难上加难 一是壮观的流星雨太罕见 二是 你可能根本还没找到那个他 不过这两个问题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 现在就拿起手机 下载网易倩女幽魂手游 这波倩女唯美流星剂 你还赶得上 抬头凝望璀璨的星海 低头收集满地闪亮的云铁 这是一场比现实更唯美 更浪漫的流星雨 帮会结拜结识三五好友 说不定还能找到属于你的倩女情缘 在游戏的星空下 留下你的独家记忆 更有难得一见的火流星 与你不期而遇 前方排队许愿人数 已经一眼望不到边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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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